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赚起额外的今天 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大的侮辱 这一任到现在出国每天最多有100块美金 最少只有20块 如果我要贪污这点钱值得我贪污吗 最近特征组接到检举信 只蔡德胜出国一次 可领10%到40%不等的差旅费 上年以来出国15趟 疑似就为了赚这比今天 向来不善于表达的国安局长为了解释 还难得抢麦克风 连长官都搬出来背书 毕竟被影射贪污可是犯大忌 蔡德胜坐在位置上念念有词 双手不知摆哪里 一度还想用手揉脸 表情相当不安 这位以情报研究出身的国安局长 危机处理速度不慢 但怎么缺了独当一面的态度 中文型华书名绿桥 而是小组 他没有到 今天的蔡德胜看起来真的跟平常不太一样 靳平你是不是可以来稍微谈一下你的观察 其实蔡德胜对我们媒体记者来说 真的是有什么就打什么有问必答 但今天的他在青上火线第一时间开记者会 我觉得似乎显得那么一些焦躁不安 因为包括刚刚看到新闻的 大家都知道说他抢麦克风 而且据我早上跟有去记者会场的人 大家在侧面了解一下说 当时有记者是在问那个 就是他们政风处长罗松芳问题 就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在那个 就是后来又要重启调查 特别换了检察官之后 是不是因为有人就是跟那个国安局 什么单位什么人去泄露这个消息 那当时罗松芳本来他回答 可是他手上没有麦克风 他讲了两句 那同时间那个蔡德胜局长 他手上拿着麦克风就抢过来 他就手上拿着麦克风就直接讲了 那两个人同时发声 那因为尊重局长嘛 所以那个讲了两句的罗松芳 所以他就不讲下去了 所以等于是让局长把话讲完了 但是这个问题一开始是记者提问的对象 是罗松芳 所以他抢的话就抢了麦克风 但是无非我们可以了解说 他可能是要把事情说得更完整 以证明他自己的清白 但是其实这个就如同刚刚我们在讲 那个法官出游的意思一样 蔡德胜刚刚讲说 一天顶多最多100块美金 就是3000块台币 最少20块美金 就是600块台币 其实钱真的是对他一个局长来说真的是不多 但是回落团刚刚讲的不是有点贪小便宜吗 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上中 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细节 所以他今天也一直不断的强调这是历史的一案 所以从他的这么多句 这么多的说法来看 其实就四个字 历史共业嘛 那以后你这个问题要不要去处理 所以这个案子呢 当然我相信会让蔡德胜一直放在心上 因为已经直接冲击到他 国安局这段期间以来 内斗那么那么风气的那么盛 我看这个报导不是只在看蔡德胜 因为辅报这个蔡旅费 或是想要贪小便宜之类的状况 我是看说又是另外一起内斗 然后又牵涉到阵风处长罗松芳 而且又牵涉到另外一个主秘王德林 整个让人家看得非常洋洋沙沙 非常的精彩 是 不过他讲的这所谓的这个制度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他说以前局长做我也做怎么做啊 如果有做错的话那也是制度的错 这点是不是 义鸿请教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嘛 出国报差旅会不会局长去报的嘛 那一定是下面人 下面人帮他报啊 以前的局长怎么领 他就怎么领蔡德胜这个人 他就是这种人 他的初中高中都跟我住同校 念同校 诺马公中学 我们住同一校 他高我一届 高我一届 他从小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什么很胆气很壮的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我虽然递他一届 但是他看到我 也一样对我 也是对我比较敬畏的啊 谁都对你敬畏的啊 因为我比较 你是牛霸气 你霸凌他 比较你霸凌他 对 蔡德胜 他后来去念军校 去念侦探学校 我一直都没有跟他取得联络 到后来人家说 蔡德胜一直升官 升到最后就跟副局长 后变成局长 我也吓一跳 这变成这么有成就 他就是一个狗与狼 你知道吗 乡下小孩子狗与狼 你就坦白说 我都觉得他受了侮辱了 一个国安局局长 以前我们听到 国安局局长有多大 你知道吗 为了污那个差女会 一百块美金 一天一百块美金 或是二十块美金 平平出国 还要跑出国呢 要出国去才能A到 那个一百块美金 你也拜托 你如果缺那个一百块美金 你还跟我讲就好了啊 是不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 这个跟他们内部的恶斗 不是有关系的 那可能呢 有可能 比如说 你以前的局长在报的时候 就跟以前 这个什么 特别会一样 大家都这样报 就这样报 我觉得亥德胜 如果要贪污 不会去打这个 出差理会的脑筋 那他今天有这个动作 这个表情 也在我意料之中 他本来就不是个 言辞很流利的 很容易处理这个意外状况的人嘛 碰到这个 又愿望又不知道要怎么讲 所以就这 你只是平常看到的 都是比较沉着 比较冷静的 跟他无关啊 跟以前事不关己 现在是直接打哈哈自己 我都不晓得 他自己会担心说 我照以前局长这么点 到底会出疲漏啊 而且一般人讲 听说特征主在查 心里就有一点那个嘛 他就不是说 好像打仗出来的 我如果是打仗出来 干到中将 中将国安局局长 本来就很霸气的 我管你特征主 我办你特征主 我国安局不能办你特征主啊 那你特征主里面 有没有违法 违法是指 有没有 洩漏国家机密什么东西 对 都是情之单位 那你现在就听到 光听到特征主 很多人听到特征主 卡头嫩下 以前是 以前国安局 统合个情之单位 甚至调他去 什么都归国安局管的 国安局局长 做个这样 我看了 我都重新坦白说 好 光晴可是我请教您 他在这个报道里面 他有谈到就是说 蔡德胜 后来知道说 其实是有内部的人 去泄露机密 所以呢 后来那当时 这个台北地检署的 主任检察官薛维平 那么好像是跟 国安局的内部人员 挺熟的 所以就事先说 我一边要查 但是我一边就先 放了这个风声 放了这个消息 给你们国安局的人 让你们先知道 心里有所准备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蔡德胜这样做 好像也不太妥当吧 其实我看这篇报 我真的是觉得 有点小眠小眼 而且 我先讲一下这个 蔡德胜她那个表情 我觉得除了不安焦躁之外 她被羞辱 是真的被羞辱了 她被羞辱了又激动 讲不清楚 所以从而讲起 你知道 英中文在当局长的时候 我们都有名的嘛 爆发国安密葬 那之前在国安局 像刘冠军 他出逃还带了很多公文 那时候我们还去追一个案子 就是说其实国安局 密葬多 它里面还有黄金 因为他们平常出去都化名 结果有美金 对不对 我意思说 大钱那么多 过去都爆发国安密葬了 对不对 你要A这个差旅费 这一百块换算才几千块一天 那有必要 第二个 英中海也没讲清楚 他上任以来15次出去 是为什么出去 他今天不是去玩呢 过去英中文到泰国去 那时候秘密有任务的 来接金是台商 后来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你说这样还跟着去计算 那我要怎么报仗 那情报外交要不要做 你的公务要不要做 那第三个我看他这个 走这个文 马上就接一个人事任命的 欧盟特派员张卫明 是似乎他这个文字的内容是说 他这个蔡司征迫为任用 还打到总统那边 总统把他杠掉 因为资格不符 那硬要在公务人员 资格不符的时候 硬要让他做机要秘书 后面才有一段说 那薛维平先前要正办正案 通风暴气 遇到一个罗松芳他不从 那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已经 细为末节了 今天写这篇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是给蔡德胜 难得见大家的面 一个出来呈现的机会 那另外换一个角度讲 我觉得相较之下 反而他如果有任何 在用人上面的一个不当 而引起内动自己 因为这个事情 一个小时被抓包 那我觉得他可能 内部上面出了问题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相较之下 我反而比较看重这个 你不能破个任用 简单一句 那内部不平 那薛维平 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要注意说 特政组在办这个案子 过去那个黄世民 黄世民 我现在的检察总长 他过去抓一个澎湖 那个高职澎 他们卫生局的一个 很小的一个金额的案子 不是没抓过 所以我是觉得 他可能不安焦躁 里面还有一定这个成分 不是不是 我跟黄世民 今天如果薛维平 卸密给蔡德胜 卸密给国安局 他的罗宋方一直到 黄世民不办谢卫平 黄世民 可以一起办 当然办谢卫平嘛 怎么会 谢卫平 吊泥吞尖主 吊泥吞尖主 人家黄世民讲的 说他要照顾他爸爸 说吊泥吞尖主 那蔡德胜 我的感觉 他挣不住国安局 所以他 他要提拔人 提拔夫上去 下面可能也有人想 把他干起来 干他那个局长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嘛 我觉得 泰德胜 你不要在那边摸头摸手 你去比较霸气一点 你去好好整顿你国安局 当首长就要震得住嘛 要不然这首长就不要干 你干得这么辛苦 所以今天尴尬 就在于说 因为今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国安局长跟郑峰长 罗松芳都在现场 所以记者在问说 到底是薛维平 向国安局哪个单位哪个人 去透露这个讯息 通风报信 那蔡德胜说是法规人员 法规会嘛 那那个这个 罗松芳出场是说 他自己也讲说 如果是阵风人员 他会自我了断 讲这句话就很尴尬 显然罗松芳一直从头到尾 到现在 今天开记者位置 他都不认同说 薛维平把这个消息 让整个国安局知道 然后蔡德胜要薛维平 要那个罗松芳去查说 这个黑函是谁检局的 因为这居然是一个 匿名检局性 一个黑函的话 照理说就像刚刚那个 义鸿大哥提到 诶 这个检察总长 黄世民他可以不理啊 或者说可以不去碰啊 那国安局可以不要去碰啊 但是因为今天换掉了 这个薛维平之后 他还继续的去约谈 这个游黄胜 这个国安局的会计长 还大动作的这样子 并没有像我们外界所说 案子就戳掉了 显然也有人国安局内部 感觉好像也是 一方面刚刚内斗的血淋淋嘛 显示好像这个案情 这样子引申过 好像有点内情不单纯 再加上今天周刊报道 就像刚刚光明姐讲的 他不是只有这个猜旅费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欧盟特派人的人士 甚至把远景基金会 跟那个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 这个人士的问题 都拿进来一起绑在一起 当然最首要的目标 就是蔡德胜 把他拉下台 把他拉下来 然后最近以来 风风雨雨 包括上一期周刊 也提到了国安局的一些内斗 因为蔡德胜在国安局内部 没有派系 但是他就是他一个人 他给人家感觉很恐怖 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发现国安局内部 也有人要把他斗下来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会 因此被迫下台呢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